9月快开学了 高雄市召开记者会宣布 9月1日如期实体开学 必须落实戴口罩量体微 学生必须固定座位成员 用餐也必须使用隔板等 会配发给学校隔板 每个同学会有一个用餐的隔板 所以可以阻绝这些飞沫的一个传染 体育课还是要戴口罩 那如果有短暂需要喝水 或什么特殊考量 我们可以短暂的拿下来 但是应该要用完之后 马上又把口罩带回去 在学校开放的部分 教育局我们也会严格的把关 务必让我们的校园能够更安全 也请家长放心 另外最近高雄有双北确诊案例 到高雄探亲或访友 高雄市长陈其迈在防疫记者会上呼吁 南北移动能免则免 非不得已在室内也尽量要戴上口罩 南北移动 不管是亲人家人或者是朋友 当然能免能免 但是万一真的是来 也拜托大家 来的访客 尽量要在室内也要戴上口罩 那非同住家人的群聚 包括麻将 所有这个能免则免 而针对开学 高雄市教育局长谢文斌指出 各项开学前 务必召开防疫小组会议 安典防疫物资 及完全校园清洁消毒等工作 开学典礼的部分则以线上举办或取消为原则 避免不必要移动活动集会 新唐亚太电视李娟荣 台湾高雄采访报导 怎么样来做清销的工作